近日,有成都市民向媒体爆料,以及向相关政务平台反映称 现在地铁液体安检又回归到最原始的方式 从用仪器检测到打开水杯凑近鼻子闻一闻 认为这种方式不卫生 有市民甚至为此提出投诉 对自己孩子的水杯被如此对待表示不认可和反感 记者现场体验后遇到同样的情况 用鼻子闻是否会让人感到不适 为何不用仪器检测 目前,成都地铁尚未做出回复 4月18日上午,记者进入三号县衣冠庙站搭乘成都地铁时 被安检入口的工作人员要求 打开随身携带的保温杯闻一下 以确认杯内并没有装围禁液体 据记者观察,但凡乘客携带了水杯并进入该站的安检通道 都会被工作人员要求拧开杯盖 有时是要求乘客自己靠近杯口闻 有时是安检人员凑近杯口闻 也有安检人员隔着一定距离 用手在杯口处刮拉一下是否有气味后归还 不少成都市民也对这种要求感到困惑 空水杯也要闻一闻 难道安检设备是形同虚设的吗 记者拨打了成都地铁的官方热线询问相关情况 该公司的客服回应道 我已将您的问题记录下来 后续会有专员针对该情况进行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